在帽子王国怎样的帽子才能得第一名呢 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呀 我是小易 很高兴你们又来听我讲故事了 奇怪的小陈 大家的帽子各是各样 都觉得自己的帽子最棒 于是举办了帽子大赛 谁会获得第一名呢 世界第一的帽子 这座小城里的人都非常喜欢帽子 都为自己的帽子感到骄傲 哇 大家的帽子都好奇特呀 于是有一天他们决定举办一场帽子大赛 看看谁的帽子最好 大家得意的戴着自己的帽子 从小城的四面八方赶来啦 大家的帽子都好高啊 帽子大赛 大家都在这里戴着自己喜欢的帽子 来参加帽子大赛 到底谁会获得第一个赛 到底谁会获胜呢 各位 帽子大赛 现在开始 请选手们登场 咦 裁判员拿着喇叭大声地说 第一位出场啦 我的帽子要这么长 哦 这个帽子真的是好长好长啊 有什么了不起 我的帽子才是最长的 咦 这个帽子好长啊 需要五个人拿着撑杆 撑着这个帽子呢 真是太长了 这个帽子可以得第一名吗 我的帽子可以戴好多帽子的帽子 咦 小女孩头上戴的帽子 帽子有四个脚 每个脚都还可以戴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好帅呀 瞧 就是这样 我的帽子是戴在肉球上的帽子 哎呀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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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头上一个包 包上戴了个帽子 说 连衣服和 羊伞上 都是帽子的图案 这可是一整套帽子 帽子服装哦 我的帽子 大到可以戴在热气球上 就像这样 哇 好大的帽子啊 这个应该可以拿第一名了吧 听伟们 头碰头 热烈地讨论起来 最后 他们决定 把冠军的称号 奖励给热气球的帽子 哦 果然 真大 真帅气啊 正在颁发奖状的时候 有一个男人 大声地嚷了起来 等等 先不要给他 你们 还没看到我的帽子呢 咦 这个男人 是个什么帽子呢 可是 你根本就没有戴帽子呀 这个男人的帽子在哪里呀 根本就没有看见 瞧 这是什么 咦 呀 那个男人的头顶上 扣着一顶 小到不能再小的帽子 哇 简直 太不可思议了 我这辈子 还从来没有看见过 这么小的帽子呢 嗯 猪 可怎么办呢 到底 谁是冠军呢 观众们 观众们 七嘴八舌的 嚷开了 他 才是冠军 对 对 呀 这么小的帽子 竟然是冠军 就在这时 突然 刮来一阵风 把那顶帽子 给吹跑了 糟糕 住下 可全乱了套 大家 赶忙 找起帽子来 能找到吗 这么小的帽子 没有 没有 这里也没有 大家 拼命地找啊 找啊 找到所有人 都筋疲力尽了 还是没有找到 那顶小帽子 那个男人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 不见了 大家 很失望地 回家了 唉 那顶 小小的帽子呢 乘着风 朝 远方飞去了 过了好久 小城里的人们 还惦记着 那顶 那顶帽子 和那个男人 大家 议论 纷纷 你说 那顶小小的帽子 到底 跑到哪儿去啦 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 咦 大家好像都在讨论呢 那顶小小的帽子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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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戴在一只 瓢虫的身上呢 他特别喜欢这顶帽子 不管去哪里 他都戴着这顶帽子 对了 对了 据说 打那以后 那个男人 再也没有在小城里 出现过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第一名的帽子 竟然是 小小的帽子 宝贝 你心目中 第一的帽子 应该长什么样呢